大家好,我是姚克 今天给大家过着是一座千年古墓 这座古墓的位置是在一处居民区里 我发现在武汉很多居民区里都有古墓 这座古墓的名字非常特别 当地人叫他蛮王种 在湖北武汉红山区一处社区内 有一座高高的团废 来到这儿你会发现附近的居民都不会多看到 其实这座团废是一座近两千年的团废 当地称为蛮王种 这个地方叫游客宴社区 从大门进来以后 我骑单车咱们一直往前去找一下 这座古墓的位置 这边的环境真好 跟一公园似乎 我骑单车咱们一直往前走 真漂亮 好 大家看前方有一座石牌坊 上面刻的是蛮王之墓 在墓地前方就是拉一桶 上去看一看 这是一座三门四柱的石牌坊 过了十牌坊就是蛮王墓 这边有一座文宝碑 武汉市文宝宝单位蛮王种 整个风土它是用一道墙给围起来了 高粱米多 这墙外边全是抹的水泥 风土的高度目测看得有三米多 根据附近居民说 当年是有三座蛮王墓 但后来那两座都被破坏了 只有这一座蛮王墓保留了下来 哇 这窗户离这墓太近了 这真是开窗就是古墓 这还有一台尖能上面 这上面是种上菜了 这就是蛮王种的后边 这就过不去了 这里所说的蛮王主要是古代 在今天湖北荆州一带的族群首领 根据史料记载 说在公元47年 今天湖北荆州一带有蛮族叛乱 被朝廷镇家七千多人迁到江下 到了公元101年 另一群蛮族人在首领许胜的号召下起誓 其中的一部分蛮族人也迁到了江下地区 从此他们成为一股非常强大的势力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据说就是历代蛮王墓地的所在 这里说的江下蛮 并不单指某个民族 而是汉代对江下军少数民族的一个总称 关于蛮王种在江下限制中是有明确记载的 上面写发马齐山一名来王山 在县东北二十五里 能有蛮王种 从文字记载中就可以看出了 如今蛮王种所在的南望山 是由来王山演化来的 而来王山从字面上看 有可能是外来的王埋造在这座山的意思 而来王山的本名是叫做马齐山 但在文献中关于这座蛮王种的牧主人 是没有任何记载的 应该是蛮族的老位首领 根据当地居民说 当年有一座蛮王种是被清理过 目的有很多道理 从墓葬建筑形制看 应该是东汉时期的 这就说明了 江下蛮是如今武汉一带移交走的原住民 在先秦时期如今的武汉地区属于楚国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 如今武汉市境内在当年被划入三十六郡之一的南郡 汉朝建立后如今武汉市境内被划为江夏郡管辖 虽然蛮王只是一个不足的首领 算不上正统往常 在历史上的记载也寥寥无几 但就是这种不起眼的蛮王种 却见证了武汉一带近两千年的历史变迁 总之蛮王种在武汉历史文化中 有着巨大的意义 有着巨大的意义 咱们下一视频再见